今天是5月17日 想跟大家講講台灣的抗疫情況和耳巴衝突 今天5月17日台灣新增335種確診病例 不過台灣已經充滿了抗疫的自豪感 這個自豪感怎麼來呢? 原來出自台灣很多空城影像 由於這次疫情來勢洶洶 台灣人就有些擔心很多自發都不去街 搞到平日的人潮洶湧的鬧區或是折運空無一人 大家將這些空無一人的空城影像傳上網之後 就有人有心或無意作出一些政治詮釋 首先就有人在網上散出21字防疫根據說 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在兩週內解除三級 短短21字的口號一曝光 預告台灣將會在兩個星期之內解除三級境界 信息在社交網站封傳 當地的名人也都陸續轉發 當中那句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真是有滿滿的自豪感 就好像一個小學生未考試 就預告他考第一那樣 你不看他表演你就走步了 第二台灣這麼偉大的成就還轟動了日本 有人在台灣上散播日本媒體報道台灣奇蹟的消息 就附上台北的空城照 就說日本的媒體大讚台灣人的防疫意識很高 世界其他地方完全做不到 由於圖片上有日文今日台灣的字樣 就令人真是覺得好像日本的媒體的截圖 不過 台灣的傳媒到處查證 究竟日本哪個媒體讚台灣讚到那麼厲害 查來查去查不到 也都沒有發現日本媒體形容台灣有奇蹟 那就只能相信那些照片只是網上有人做出來的 大家應該知道台灣的政治網軍有多厲害 今次台灣政府在抗疫上面跌了一大膠 疫情大爆發 但現在馬上有網民出來 搞了一堆文宣大讚台灣好東西 創造了空城的奇蹟 還震驚了前夕民地時代的宗主角日本 其治愈、治愣、治愣的味道 真是隔著個屏幕都聞得到 只能夠探據真正創造了奇蹟的 其實是網上的打手 好了 我們認真研究一下 台灣真是能夠在14天之內解除三級境界 假設台灣真是繼續14天 民眾自發這樣空城 疫情應該可以緩解 因為大幅減少人流流動 大大減少了社交接觸 的確是阻斷新冠病毒傳播的最有效方法 當病毒的傳播率低於1的時候 即是一個人傳不到去一個人 可能是傳給零點幾個人 疫情就會慢慢消退 記住是慢慢不是馬上消退 即是一代一代越傳越少 然後消退 不是說14天 一段時間 馬上沒有了 並不是這樣 好了 假如台灣的疫情真是在14天後 逐漸消退 台灣馬上就解除三級境界的話 由於未能清零 未能夠令病毒在社區上真正消失 台灣的人一鬆懈 疫情又會重臨 即使台灣十分崇拜的日本 早已經歷過這個過程 住在台灣的日本Youtuber Jun Zhang也分享了照片 即是說 去年4月的時候 日本疫情初爆 單日確診200人的時候 日本的街頭就像台灣如今一樣 空無一人 但一年過後 日本單日的確診有7000多人 但日本人就好像不怕病毒一樣 紛紛走上街頭 街頭上面人頭湧湧 日本已經預告了 台灣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種抗疫疲勞 台灣人未經歷到 以大陸嚴格管控的經驗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武漢在去年1月23日開始封城 直至到4月8日才解封 封城封了兩個半月 才完全阻斷病毒的傳播 如果台灣14天解封 試想一下 連一個傳播週期 現在不是說14天 而是說21天都未完 怎樣阻止疫情再爆呢 現實上是要幾個傳播週期完了 可能是3、4個週期完了 如果病毒一代 全一代越傳越少 最後才會消失 不是說14天會馬上消失 台灣現在的措施 足夠抗疫 夠不夠呢 今次台灣的疫情 應該由華航機師傳入 主要有三種英國變種病毒流傳 傳播力非常強勁 台灣本土的疫苗接種率 只是有低於1% 另外也不做全民檢測 只是靠社區限聚 很難在社區裡面 完全清除病毒的流播 國民黨的趙少康就說 台灣要做全民檢測 他就質疑 美國洛杉磯都做全民檢測 民眾不花錢到處就可以檢測 他質疑 蔡政府到底怕什麼呢 台灣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就拿出一連串理由去解釋 為什麼不做全民檢測 例如說 檢測可能有危陰性 又例如說 如果危陰性之後 那些陽性感染了 以為武士到處跑 這樣就很大問題 這些其實都是藉口 台灣就是這樣 大陸做全民檢測 台灣就不能夠學 當然 台灣更加怕 如果一做全民檢測 萬一測出幾萬個確診者 那個馬上篤爆了 台灣這個抗疫優等生的謊話 無論如何 在新冠疫情這個這麼厲害的對手面前 如果不夠謙卑 如果時事政治化 其實 中共是會吃虧的 跟著想跟大家講講以巴衝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薩地帶的衝突持續 到5月15日 據巴勒斯坦方面說 自衝突以來至少有139人在加薩地帶死亡 當中包括39個兒童 另一方面以色列就說有9人死亡包括2個兒童 美國總統拜登就被拉了下水 這幾天 努力挖船 當然也打過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據說已經打了20幾個電話 但搞來搞去 衝突繼續持續 即使拜登上任之後 希望改變盲目支持以色列的態度 有些民主黨人都呼籲 美國要對以色列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但是拜登受中東的情勢牽引 最近表達出來的形式熟悉那種美國美 拒絕呼籲以色列停火 拜登講到以色列的時候說 我到目前為止看見的事 沒有出現嚴重的過度反應 這個中東局勢對美國來講 真可以說是人算不如天算 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有文章講 拜登希望專注亞洲 可視中東另有打算 文章就描述了白宮的兩難處境 甚至將拜登比喻電影教父當中 身不由己的教父角色 自以為金盤洗手 他們又讓我重回江湖 拜登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其實有一個明確的核心 就是想集中精力 與中國進行競爭 已贏得二十一世紀 不過 很多時 現實世界就是這樣 經常都是事與願違 當然拜登也對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有意見 認為他過去太拆特朗普鞋 令拜登的團隊感到有些作誤 所以本來是不想站在以色列那麼近 但是奈何一開戰 美國又只能夠埋位撐以色列 那究竟這場衝突 特別是外界都認定以色列扮演了相當主動的角色 究竟內塔尼亞胡打什麼算盤呢 其實分析一下以色列的內因外因都會看到 這場衝突是經過精妙的計算 今年4月25日以色列第24屆議會選舉得出結果 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獲得需要祖國的61個議席 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政黨利庫特集團 就在120個議席裏面拿到30席 雖然是位居第一 但是就是一個微弱的多數 不夠祖國 而他的對手據說加起來已經加起來有57席 距離祖國只差4席 你說內塔尼亞胡擔不擔心呢 對外敵開戰 是最能夠籠襲國內支持的方法 所以就打了 另一方面 在國外問題 拜登上場之後很明顯是想重開伊朗核談判 想和伊朗達成核協議 而色列和伊朗是死對頭 當然不會眼白白猶得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 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打仗起來 一打起來矛盾增加 美國和伊朗一定是勢成水火 那還怎樣談伊朗核協議呢 所以這場中東的衝突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平息 不過 將美國拉回中東 搞到美國一身矮 客觀上對中國也不是壞事 美國不能夠集中火力對抗中國 對付中國 對中國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